《五虎将》 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一位将领,就是《五虎将》中的一员,这就是关羽。 在演义中,关羽已经脱离了武将的范畴,而是成为了一个具有信仰意义的神。 但在历史真相中,关羽也只是三国时期众多武将中的一位,论武力并不是最强的,论战功更是无从谈起, 可即便如此,他也极大的影响了未属三国的命运。 纵观关羽的一生,只需杀一名名将,打一次胜仗,就改变了三国战局的走向。 先是在袁绍派兵攻打白马的时候,负责白马防御的是东郡太守刘炎,因为此地位置极其重要, 所以,袁绍也是派出了自己的左膀右臂,由炎良,纯于穷率兵攻打。 想必大家对炎良很熟悉,孔荣和寻域都评价炎良是, 勇冠三军,展开全文不过炎良在白马的表现,真的是让人大跌眼睛。 当时与张辽同为先锋的关羽,见到炎良后拍马而去,直接就将其斩杀掉了, 炎良的部队碎败,白马之围也就这样紧了。 对于这段历史,后世一般认为,关羽应该是袭杀的炎良, 也就是偷袭,应该是在两军交战中,关羽趁乱斩了炎良。 在白马之围后,关羽回到了刘备身边, 而之后也是迎来了他的一次胜仗,那就是凡城之战。 此战争发生在刘备入川,得益州,继而公汉中, 虽然曹操做足了准备,调兵遣将,让于晋和庞德前往支援, 但天功作美,天佑关羽,一场连绵不绝的大雨,导致汗水暴涨, 关羽本身就是杰出的水军奖励,自然是轻松获胜。 白马之围帮助了魏国曹操之后的凡城之战, 更是破坏了魏蜀三国的相互制衡关系, 只可惜冰封过剩的关羽,引发了曹操和东吴的担心, 结果东吴气流,联合曹操。 三国之间重新洗牌,关羽败走外城,蜀国开始走下坡路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